所以有人說,如果要小孩子專心讀書 就必須要到期QQ 以棟督笑報道廣為人熟悉 香港簽罵社區浸信會榮友牧師林彥樂博士 早前提早退休 他接受本部專訪時透露原因 而因心理壓力大 導致出現失眠同經恐症 決定放低工作,轉心悠揚 2年56歲的林彥樂博士 去年10月出差後回香港 隨即經歷當晚失眠 即使吃藥,也未見有很大的幫助 他回來以後,7天都是這樣 眼光光,發覺不行 不太行,就找醫生 醫生說,就吃半粒安眠藥 後來連續,很少的 通常我離開就不是我太太離開 我太太都是牧師 我明天連續兩個星期他都離開 他離開後,我驚恐症 為了健康著想 他決定放下手頭上的工作 並且盟生退休的念頭 Church當然有很多建議 讓我休息一年 或者做顧問等等 我全部都退休了 得如其來的退休 令到手頭上的工作需要煞停 包括多個大型報道會 以及每年一度的 夜秀洞獨兆音樂報道會 澳洲報告場 香港還沒預約 第六個報告 你本身是想著說的 好東西啊,你也有今天 哈哈哈哈哈哈 過去就政治和社會議題發言 被人冠以反佔中保皇黨之名 現在正式退休 好,那牧師又怎樣看呢 我將來就算在Facebook 分享的東西 我都不會分享 就是 政見啊 性取向 我都不會分享 因為我覺得 你都不在這個位置 你說什麼呢 你不如暫序在退休人士身份 說什麼退休的東西 哈哈哈哈 你 沒問題 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